邊走邊咬尾巴往草叢堆裡走去 這隻大搖大白閒晃的動物 就是外來種浣熊 可愛模樣全被監視器給拍下 不過縣服單位相當緊張 甚至對浣熊發布通緝令 標題大大寫上浣熊出沒 民眾看到請協助通報 原來花蓮木瓜溪最近在進行生態調查 卻意外監測到浣熊蹤跡 只是附近都是農務用地 外來種浣熊的出現 會對環境和農業都有潛在影響 一共一母的環熊丸在一塊 互相磨蹭對方模樣相當可愛 也因此有民眾會把他當成寵物飼養 環熊原生自北美洲飼養難度高 常有棄養或逃脫的情形發生 再加上他適應力強實性 也很廣讓政府相當頭痛 他如果數量更多 入侵到人類居住的環境 他可能也會造成一些經濟上的損失 譬如說入侵禽舍 然後或者是去偷吃一些 畜產業的飼料 或者甚至是有可能去攻擊 這些家禽家畜 他是屬於一個外來種 在我們國內來講的話 他其實幾乎沒有任何的天敵 那在去年的六月一號 我們國內也公告禁止輸入進口 花蓮縣府農業處回應 這是第一次接到環熊的通報 將會委託專業人員誘捕 移送相關單位 代管或肆域 如果民眾發現環熊的踪跡 也可以打電話通報 同心協力斷絕 外來種入侵花蓮 三一新聞旅館專業人員 花蓮採訪報導